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近年有比较喜欢的电影吗 其实是一堆啦 可是是不应该的一堆 因为我是漫威迷啊 可是都喜欢吗 人是偏心的 大部分都是喜欢的 可是连不喜欢的 我都会帮他们讲这句话 我会讲到可取的地方 这样的想法蛮正面的啊 对啊 就是曾经跟一群朋友去看 然后我朋友老婆出来 就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 骂到我说 哪一步 我说有这么难看吗 我觉得还OK 你好大家好我是陈乐融 今天访问是天后杨乃文 大家好我是杨乃文 对乃文好 你好 好久不见 对因为我发片 发的时间 比较长一点 上一章距离现在已经 三年 而且好像是刚刚好 2016年 对 也是冬天的时候 也是冬天的时候 对 可是这一章 我们刚才其实已经有闲聊 就是好像 本来没有预备要间隔这么久的 对 因为之前上一张离心力啊 我觉得好像也是拖了半年 大概吧 本来是预计两年之后发 就变成好像是两年半 所以就跟公司的同事讨论说 那我们提早半年开案 就提早半年开案 晚了一年发片 是 这次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收割还算蛮顺利的 然后中间有一度是完全停 完全收不到 对 大概在第七首歌的时候 是完全停 所以前面也已经有过半了吗 前面已经过半了 前面已经过半了 所以前面还算顺 前面还算顺利 可是收完之后 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做了吗 还是没有 有 一首一首慢慢做 跟君豪 嗯 然后锅顶那两首他写的话 就是去北京 那是最后的 没有 那是前面的 那是中间 哦 那是中间 最后的三首歌是 妄想 我看看哪三首这么折腾人 妄想 在爱和你之间 嗯哼 跟 我不知道 你看做这么久 连顺序我自己都忘记了 了解 对 最早的是 许君 跟我的那个合唱 还有不在 嗯 所以那时候收的歌 会比较稍微 因为那时候心情也不太好 收的歌会比较 舒静一点 哎 一方面是舒静一点 可是其实 如今后面也蛮爆的 嗯 所以那时候维持多久 我说这个不好 我超级可以维持这种不好 是你自己要 是 是下坠的力量太强大 我自己 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自己 我觉得我自己还蛮会折成自己的 比谁都会 嗯 对啊 我会让自己很不好过 你觉得你现在喜欢的歌跟以前有差别吗 我还是觉得一直有一个 乃文的某种摇滚的tone是存在的 我相信每个人在青春期的时候 听的音乐最喜欢的类型 都会变成他们这一辈子最喜欢的类型 你觉得那个基调是存在的 对 那 有人其实转很大 有人会转一下 譬如转去什么爵士 或者你知道 有的人会 那 有人甚至以前不听古典的 走你以后去听古典的 可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的空间非常大 就是我最喜欢的流行音乐的东西的话 其实流行音乐嘛 摇滚 另类 跟电子 但是 我本来就听古典 我也本来就听爵士 哦 对 所以今天哪一天我真的唱一首爵士的歌的话 我会觉得很奇怪 了解 贵族晚哥竟然讲到 他在讲什么 他在讲说 其实啊 人跟兽 或者是说人跟怪物 中间的那个界线 不是那么清楚的 是模糊的 嗯 也就是说善跟恶 是 其实不是那么的 呃 好区分 嗯哼 对 你以前唱过《Monster》对吧 对 嗯 可是《Monster》的话 讲的是跟爱情有关系的 是 这一首完全不是 嗯 这次有一个跟爱情很有关系 而且词有一点点小肉骨的 就Body Sing 但我还蛮喜欢这首歌的 而且事实上 我原先并没有很注意他的词吧 就是他的旋律一进来我就觉得 哇跟前面的 因为我们现在坦白讲 当然很多人已经是纯粹是在这个流媒体上听 听歌了吧 嗯 就是完全是就一首一首在耽搁在 在注意 可是我们如果拿到还是CD 那就是不一样的一个聆听的 一个一个仪式 你知道吗 对 所以那时候听到《Monster》我就觉得 诶 突然就开心起来了 就还蛮愉悦的啊 是啊 然后对这一段有点不一样的感觉 有 讲说可能两年半前开始做专辑的时候 收的歌比较忧郁 嗯 因为比较不开心嘛 是 然后今年后来做的几首就是比较开心跟开朗 嗯 最后一首是《妄想》 妄想 对 收的跟录的最后一首是《妄想》 嗯 妄想在讲什么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比较神清直 歇斯底里天马行空的人 像我 嗯 然后以格大为的 说法是 就是在讲一个 对 其实词很简单 一个很爱如来如去的女生 嗯 就是我 嗯 所以你每次想了半天之后 最后会有什么 会达到什么结果吗 还是永远都只有一团乱吗 你说我的思维吗 嗯 就是 就是你觉得那是真的过程 还是 你到现在还是一个不容易那么思考的 我觉得他就是不会停 我的大脑就是不会停 我觉得是蛮神经质的 如果发生任何一件事情的话 我会把所有尽可能的结局想出一遍 然后还会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 因为你都想过了很多版本都变 会不会真的在遇到事情再往下的发展的时候 你可以 比较可以应付 没有 因为我觉得表面功夫是 我觉得 外在跟内在是不一样的 也许你得到了一个答案 一个结果 可是也许那只是他希望你知道的 就比如说像毁过书啊 哪个人家 其实不是真正的毁过啊 口是心非 只是息事宁人而已嘛 嗯 对 就是暂时的 对所以我觉得真相 不是说有人讲出来他就是真相 也不是一个结束 他也不是 就是他也不是个结束 他也不见得是真相 哦 那通常怎么办 因为我没有帮他停止 让他转 然后他去想 那就让他去想 但是我会告诉自己 你无法确定任何一件事情是真的 所以你不要去 觉得什么是真的 是假的 还好啦 你现在还 你还存在啊 还出了第七张专辑 我就假如说 其实像现在 其实像乃文这一辈的 还可以 出很好的专辑 我觉得已经是 也是很庆幸的事情 嗯 虽然量很少 但是 我的意思是说 到了2019 我们还可以听到 咬乃文 我觉得很开心 就应该是说 如果没有想要说的话的话 还是最好不要说话 所以就是歌没有收到 没有没有没有 我收不到 我想要表达的事情的话 那干脆不要 表达任何事情 对啊 最近当里面 我听到一首歌 我很喜欢就是 和许君合唱的歌 不在 听说是你找的 嗯 是也是前面 很很早就收到一首歌 然后后来在自己的演唱会 上面 后台有看到许君 是先有歌 然后再看到人 才觉得也许要合唱 然后跟他聊一下以后 我觉得 跟公司提一下好了 这首歌我不想一个人唱 嗯 就说找下许君 嗯哼 结果 其实我不仔细想想看的话 我自己都不知道 仔细想看的话 才会知道 是我出道到现在 唯一在我自己的中文专辑里头 有跟人家合唱过 我很好奇 这个是 谁先录的 应该是说 我每一首歌 都会试唱 你先唱了一把 所以我每一首歌都会试唱 当我觉得说 我要收这首歌的时候 我们都还会 先试唱 以防万一 其实试唱 觉得诶 怎么 大家都很喜欢 可是常常听起来 这不是我们样的东西 所以每一首都会试唱 所以在我试唱过整首歌之后 正式配唱的是许君 他就是配唱这多人 不是 呃 那个也是 也是君豪 他有去北京 对 所以 我试唱完以后 第一个配唱的是许君 嗯 然后回来我再唱 嗯 你在跟他 对 但是 我跟君豪合作的关系啊 常常很多是在试唱的句子 就 会比后面唱的还 就是更适合 所以有一些句子 是剪前面的 是 哦 反正总之我要称赞吧 我要称赞 你这次跟他那个 我觉得你跟他那个方法 我觉得很棒 我自己 觉得因为他的声音 跟我的声音很不一样 是两个相反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去用两个比较冲突的声音 然后把它融合在一首歌里的话 应该蛮棒的 但其实因为这首歌 大家唱法都不是太重 所以我觉得也没有那么不一样 但是他就是那个 沙哑的男声 你这也不是那种圆润型的啊 我是干净的 你也知道嘛 干净声音的 就会羡慕 就是沙哑的啊 就比如说我很羡慕 就比如说我就很羡慕阿妹啊 对啊 然后沙哑会羡慕干净的啊 对啊 通常都这样子啊 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沙哑 跟我一起合唱 搞定 都有 好 所以可是你 你会有时候故意想要 把你弄沙哑一下 有 唱某些歌吗 有 哪一首 贵族的晚歌 某些点应该会有 《如今到后面》 也有 应该也有 可是那个不是用选的 那个是没有办法 那个实在是 那个太用力了 使出吃奶的力气 是 是 是非之地 好像 还好 是非之地还好 没有 没有 只有君豪的 跟《银翼杀手》 致敬的编曲 是跟《银翼杀手》 嗯 他超得意的啊 他编好的时候 他跟我讲说 跟《银翼杀手》致敬 我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啦 因为那部电影 是我最喜欢的电影情统之一 OK 原生代小时候早就买了 了解 近年有比较喜欢的电影吗 其实是一堆啦 可是是不应该的一堆 因为我是漫威迷啊 可是都喜欢吗 大部分都 因为已经是迷了 有些会没有很 就会交替啊 人是偏心的 大部分都是喜欢的 可是连不喜欢的 我都会帮他们讲这句话 我会讲到可取的地方 哦 嗯 了解 可以接受 谢谢 这样的想法蛮正面的啊 对啊 就是曾经 跟一群朋友去看 然后我朋友老婆出来 就一直骂 一直骂 骂到我说 哪一步 我说有这么难看吗 我觉得还OK 这样过人生就开心多了 嗯 嗯 但你也只有对某些东西 可以这样自我解释啊 对啊 轮到你过不去的坎的时候 还是就 就很难 我觉得有不好听的话 尽量都不要讲 知道就好了 嗯 所以你算善良的人 还行 还行 我来问一个很现实问题 你有时候会觉得说 啊 我可能不会有下张专职 我可能不要做下张专职 曾有过这种念头吗 那我就完了 我合约还有 我现在已经不管合约了 我就说你有想过 在什么时刻 会觉得 对我可能不要再做新课 或什么 没有 从来没有浮现过 目前没有 但是我超级不想再拍照了 蛤 为何 这也不是天大的秘密啊 很多人都知道我不喜欢拍照 但每次都还是有拍啊 对啊 对不对 还是有的人已经完全在封面 就不用自己的照片 也有哦 有啊 没有你也是这样的啊 我那个 诶 但你还是有妥协啊 一件好笑的事情 而且拍的还不错 原本 有两个 有两个选择 就是一个是 另外一个选择 是比较像你头海报的这个 就没有你的 是当封面 其实有 只是我的头被一个顿挡住了 然后身体很模糊 因为它变成海报 所以是真正一张 你说本来是要用这种啊 对 这个时候我会比较尝试啊 因为好像票选的话 是这个 这个样子的方案 比较高 你有几个本来 对 后来呢 我直接跟我们公司老板说 我不管 可以全部的人都投票给这个 我就是要这个封面 这个不错啊 有一些东西我非常坚实 就是就是这样 全公司的都可以选这个封面 但是我还是会说 我 我没有办法 我会选这个封面啊 我觉得这蛮美的啊 所以我们就赞同编啊 但是投票的时候 我叫你过来也好 不不 缺乏你这一票 没有 可是你最近还是用了这个啊 所以你就不用 你不用担心了 可是刚好 可是因为刚好 我们公司 就是保板跟我 是占同线嘛 OK 对 嗯 你还想 反正乃文久久才出一张唱片 还是顺了他吧 米拉到时候一直 欸 也不是 我觉得你要画出一个封面的话 也我觉得那也要 必须要符合我的美感 因为 譬如说我去拍时尚杂志啊 或什么的话 我觉得那个是别人的创作 你只是 他们叫我穿什么衣服 要画什么特殊装套 我都尽量配合嘛 你是工具 对 但是我做我的音乐的时候 他的样子 里面到外面 我是绝对坚持我要的东西的 我没有要到的话 我了解 而且说实在这次叫做什么 越美丽越看不见嘛 嗯 这个其实看来真的有点太冷了吧 嗯 不只是那样 原本 原本 这张专辑是叫回过书的 嗯 我也说我不接受 但是我有道理 就是 回过书他太 单方面的一个想法了嘛 对好像就是你就要怎么样 他所以 可是这不符合整张专辑所有东西啊 嗯嗯 我说越美丽越看不见 比较适合 嗯 他比较能包容每一首歌 每一首歌各式各样的感受 其实有些东西就是 一定不是 就像你我们刚才前面聊到 到底什么是真相 还是不是真相 这件事情嘛 对啊 就是他有一个更 让你愿意去思考 或愿意谦卑一点的去面对 那些其他的可能性 是那样子说没有错 因为你知道我其实以前 连到 包括我刚说到的时候 我是一个还蛮黑白 就是黑或白的 嗯嗯 对 我现在已经变成了自己 我根本不相信有黑 我也不相信有白 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堆不一样的灰色 了解 但要开心一点啊 我现在超开心的 我说灰阶 蛤 因为有的人喜欢灰阶哦 嗯 一堆的灰色这件事情 对有的人来讲是很痛苦的 是对有的人来讲 也许反而觉得是一个 我不是喜欢一堆的灰阶 但是我觉得 当你知道这个世界 不是黑或白的时候 你比较能诚实的对待一些事情 跟看清楚自己 嗯嗯 好 很高兴 好 问到了杨乃文 2019年第七章 全新个人专辑 叫做 越美丽越看不见 谢谢乃文 越美丽越看不见 谢谢 越美丽越看不见